所以部長你認為 他去公投選獎是公務 是這樣嗎 是公務去公投選獎是公務 所以徹底違反了 那個部長 部長你現在搞不清楚 行政總理法裡面還規定 選舉罷免公投 都必須維持行政總理 你依法行政他就是依法要付費 人上升到國安民 人上升到新南平 社會局勢中優勒 一路道德所現行 最近我們的總統 副總統跟蘇院長 忙著到處宣獎公投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請問這三位 有沒有搭乘行政專機去宣獎公投 這三位 總統、副總統、蘇院長 有沒有搭乘你們的行政專機 包括空軍一號 去宣獎公投 應該沒有吧 我是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想要我派飛機帶哪一個人去 沒有嗎 最近行政專機都沒有出勤嗎 行政專機是由總統的公務需要 他們會派遣 空軍會配合派遣 所以你們完全是配合 但是你們應該有紀錄吧 什麼時候用飛機嗎 紀錄都有 對不對 最近出勤的綜號怎麼樣 詳細的資料要回去統計 這個資料 我跟你講 這個報紙上面自己也登了 蘇珊昌院長 11月13號 他說 這個報紙寫的 蘇珊昌今天特地搭專機 來台南東區關地電停車場宣獎 特地搭專機 我們所有的這個 所以這代表他特別搭專機到台南去宣獎公投 報紙上怎麼報導我們不予置評 可是我們都是按照專機派遣的規定來派遣 這你們依規定來派遣 當然 這裡面要涉及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請問這個專機是不是行政資源 算是說行政資源 行政資源其實就是國家的資源 就國家機器嘛 所以 這裡我要特別提出來 行政中立把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的公務 公款場所房設計人力資源等 所以行政專機就是一個行政資源 那 現在除了說 前幾天兩天前我質詢的時候 我說政府不是反方 你國防部也沒有申請 行政院也沒有申請 根本都不是公投的反方 不應該到處去宣傳 所以去宣傳就已經違法了 第二個 還動用行政資源 甚至搭行政專機 所以 部長 從10月30號到今天 總統搭了多少次的空軍一號 副總統有沒有搭 蘇院長一定有搭 這個報紙幫他證明了 這個搭成的紀錄請公開 搭成的紀錄請公開 第二個 他們要不要付錢 要不要 公務飛機的派遣有一定規定 有哪幾個成績要派案 我們只看著作業程序 這對於我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他的職務 還有他要履行公務的名稱 他到那一區有做什麼活動 所以部長你認為 他去公投宣獎是公務 是這樣嗎 是公務 去公投宣獎是公務 所以徹底違反了 我們今天國防部 分配到工作 部長你現在搞不清楚 行政中立法裡面還規定 選舉罷免公投 都必須維持行政中立 我跟委員報告 選舉罷免公投 就依法行政 我們稍微為這個議題 政府也講了很多次 所以我剛剛問你 依法行政 他就是依法要付費 你知道嗎 從過去 來 其實歷年來的總統 包括其他的這些首長 如果他有穿插選務行程 都會另外繳油脂給國庫 這個是過去到現在的慣例 這個是合法 你合法因為你有選舉行程 總統你要連任 你有公務 有選舉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選務行程要付費 如果你搭乘公務的行政專輯的話 但是我剛剛講 第一個 公投行政院不是反方 你違法去宣傳就算了 你來用國家的資源 然後現在還不付帳嗎 你現在還不付帳嗎 你用了行政專機 特別趕到台南去宣傳 你還不付錢嗎 這個算公務嗎 那如果這樣的話 來 公布 那我們那些公投團體 現在在行腳的 用兩腳在走的 從屏東走到台北的 他們可不可以申請你的行政專機來搭呢 如果說公投是公務 是你行政院長的公務 這已經徹底違反了行政專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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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講的是 所以我要講的是 台海很緊張 戰備勤務那麼多 然後這些人 用你的專機 用你的人員 來跑公投 然後你跟那邊講說 台海很緊張 我們的戰備任務很繁重 然後現在行政院長也好 副總統也好 他們出去當然也要維安啊 我還沒有講維安那一塊 他三百場的 或者五百場的這些宣講 難道維安不用動員嗎 維安沒有動員到軍隊 那個是國安的部分 部長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具體的要求 請你們今天公佈 這三巨頭 我沒有辦法承諾 因為我要看能不能規定 規定有沒有這個必要 好不好 我要特別 委員講今天 今天公佈 我不能做保證 因為我才知道你有沒有付錢 這些人耐用國家的行政資源 他可以 他可以不用付錢嗎 我們只要程序吻合 其他 那我現在就跟你講違反行政中立法 我並不想認為 這個行政中立法 對我國防部來講 我們是依法行政 國防部更應該行政中立 我沒有談公投問題 我講公務執行就是公務 這都是沒有錯的 憲法第138條 全國陸海空軍 超出個人 沒有錯 政治中立 這我要保持政治中立 對沒有錯 所以你保持政治中立 就是公開資訊 讓大家來評評你 我保持政治中立 但我舉行我公務 我的公務就是 保護國家安全 對不對 執行各項戰備整備的工作 我剛剛 我就是因為 講到你們的戰備整備 戰備整備這麼忙 然後院長還要派飛機 特別飛到台南去 這合理嗎 就跟他吃飯一樣 再忙飯要吃吧 我們今天審預算 請問他用的 是不是國家預算 他這一趟飛去台南選獎 是不是用國家預算 難道不是嗎 這個議題那好 我們再另外再開一個課場來討論 我們只要求 我現在是要求 我做一個國會議員 我可以監督吧 我可以要求 這些資料 應該拿出來給大家看啊 不然我們怎麼樣要求 要不要公開 要不要公開設有規定 不然我們要怎麼樣要求 他不能這樣做 不 假如委員要求 我會到委員去做報告 但他規定 要不要公開 不是我講的算 那這樣我在這邊 來留下紀錄 我作為國議員 我具體要求國防部 把資料拿到委員會來 把資料拿到委員會來討論 我們審查預算的時候 請你把10月30以後 10月30以後 總統、副總統、院長 搭乘行政專機 空軍1號的紀錄 拿到委員會來 我們審查 預算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 委員列入紀錄 我都沒有意見 我們還要叫規定來總 請列入紀錄 列入紀錄沒有問題 因為 這個太離譜了 國防部 依據作業規定 來行事 國防部 我實在是跟你講 你們國防部太辛苦了 忙 戰備 說 台海情勢40年來最緊張 你還要忙 載著 輸院長去 報告委員 委員既然認為國防部 這麼辛苦 又忙著忙著的話 建議委員 就不要再讓我們 辛苦一次了 部長 你知道嗎 如果我不把它 揪出來 你們會更辛苦 你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作業 公務行程 行程 有個作業規定 完全照規定 部長 接下來兩個禮拜 這三個人 他還要再動用多少軍機 動用多少行政專機 去做宣講的事 如果我們不提出來的話 會更多 你會更辛苦 所以我們今天提出來 是不想讓你那麼辛苦 謝謝委員 讓你能夠專心在戰備上面 來 我們問一下戰備的事情 周圍打個岔 時間暫停 不算江委員的時間 由於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我們下週 可以考慮 來安排機密的一個報告 來針對空軍一號的使用 我們來做這個討論 沒有問題 他有行政專機的 那什麼機密以前都公開了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全部都要拿出來 我們當然是公開的報告 但是有機密的部分 就可以用機密的方式來進行 去宣講那什麼機密 連報紙都寫出來 也不是我講的 是自由時報報的 再來我問一下 部長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F16的購感 升級購改 升級購改 前幾天 11月18號 68架 對不對 68 68架接莊 那 還有將近半數的還沒有 還沒有完成 請問最慢到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最慢不是 購改的 因為我們整個購改的專案奉展計畫 原案從1276月後來加到14002 然後另外的後面兩年 112年按照齊成 到什麼時候 112可以全部完成嗎 會不會再演 會不會再演 目前 我要確認這件事情 目前都是按計畫在進行 目前都是按計畫在進行 我們仍然要求他們必須如期如值把它完成 因為這已經延過了 那我最近又聽到說 可能又要延到113 這個消息不確實的 我們之前 之前之所以會有做齊稱的調整 是因為受到疫情還有國際共用物料的影響 那現在問題我們都示範 那未來會不會再受影響 這兩年 我們是要求仍然按照如期如值來完成 不你一定要要求啦 這個已經拖了啦 如果現在還有兩年 還有兩年時間 他都已經跟你講 我要延到113 那這個廠商真的有問題 我們空軍司令部 都是每個禮拜 都跟他們開進度管制會議 要求他們按進度來進行 好 我再下一個問題 我問一下部長 這個 我們的愛山 跟天公三行 公三跟愛山 你現在接下來 我們又跟美國講要加購愛山嘛 對不對 我們有嗎 有沒有 有 但愛山跟公三 實際上 他的功能是不是有一些重疊 性能跟功能 性能跟功能 他各有所長 根據我們的作戰需要做世界的部署 所以 當然也有人講說 既然我們的公三就不錯了 為什麼還要再買那麼多愛山 愛山他最強的強項是針對這個彈道飛彈的反制 所以我們的公三現在對彈道飛彈的反制 我們也有部分的功能 而且還在加強和發展中 那這樣的比例 未來是公三會增加還是愛山會增加 因為你不能把所有的防禦系統都只有單一的系統 我們只要在作戰的時候考慮多重的配置 讓對方沒辦法一次通通反制 所以說我們會 所以你愛山還是要持續購買嗎 愛山已經 是的 那這個就涉及到接下來我們對美的軍事採購嗎 你接下來 這個拜登期間 拜登任期上來之後 我們對美要求採購的項目有哪些 請江維注意質詢事件 沒有新增的要求採購項目 我剛剛講的愛山就是嘛 反潛嘛 反潛直升機嘛 對不對 還有你們又提出的聯合空對地的搖攻飛彈 這些都是前幾年我們就已經提出的計畫 那現在有沒有著落 有沒有著落 都在計畫管制當中 因為這個目前看起來是都還沒有著落的 美國還沒有承諾 都在我們的管制當中 因為它是列在機密的 會不會說 因為比如說最近的拜習會會談之後 我們會更加困難 還是會更加容易 我們不評論這件事情 那對我們對美採購的影響有沒有吧 目前沒有任何影響 目前沒有影響 好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